本期农广天地 传播农业科技经营知识 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观众朋友大家好 很高兴和您相约农广天地 我是曾璐 立体重养模式就是充分利用时间空间等多方面重养之条件 来实现优质高产高效节能环保的一种农业重养模式 葡萄园这种自然生态环境属性的生产作物园 能利用生态优势做出什么文章呢 江苏省太兴黄桥镇的老园就敢想敢做 在葡萄园里又是养鸡丫 又是种菜种树 不但节约了土地 还增加了收入 但是这么好的重养模式也是有门道的 今天就让我们来学一学 这种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好模式 我现在呢是在太兴的黄桥镇 这个黄桥啊是个有名的古镇 黄桥烧饼呢也是非常有名的 说起这个吃的在这炎热的七月份啊 也是一个瓜果飘香的季节 什么桃啊里子啊葡萄啊应有尽有 说到这儿呢在我站的这个位置的北边 有一片神秘的葡萄园 它这个葡萄园里边啊另有一份风味 还没进葡萄园 我们就看到了一排排整齐的葡萄大棚 这大棚在北方少见 可在南方种植葡萄石是必不可少的 而且这大棚与我们往常见到的还有点不大一样 它只有一个顶棚前后左右都是镂空的 这是因为南方的气候湿润 雨水较多 而雨水又是传播疾病的载体之一 葡萄被雨淋了以后 常常会生病腐烂 所以为了避免这种现象 大棚就应运而生了 它像是伞一样 为葡萄遮风避雨 走进葡萄园 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这整洁的葡萄通道 当然最吸引眼球的要数这一串串紫红色的葡萄了 都让人忍不住的吞口水了 哎 这 这 这是怎么回事 棚里怎么还有鸡呀 难道他们也是来吃葡萄的 我们这些都是山羊的 它那个品质很好的 日子很紧的 它每天跑了跳了吃虫子了 吃炒了什么 还有卖葡萄 我们休息下来的 这个卖一个鸡 都卖了一百多块钱 跟着老园在这葡萄园里逛了几圈之后 就觉得与其说这是葡萄园 还不如说是生态园 您看这成片的葡萄园下 鸡鸭鹅成群 那里还有几只羊 真是相当的热闹 而且他们悠闲的密着石 显然已经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 老园咱们看也看了 转也转了 你呀就别卖关子了 快说说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这就是他们的家 他们在这里面生活习惯了 上面有那个大婆给他们扎的鱼 所以他们也不害怕 刮腹打不打 下雨淋不着 在这里生活得很悠闲 他这个自己拿下来的粪便嘛 也就是我们的有机肥料 我们这上面是接的葡萄 种的葡萄 我们底下养的鸡 鹅 还有羊 我们这种模式呢 我们把它称之为立体重量模式 您看着葡萄架高度在1.8米左右 这样一来 鸡呀鹅阳什么的 想要够到上面的葡萄 也要费一番功夫 而且这高度恰好方便人们 在葡萄园里的作业 人们在书间葡萄枝条 果碎呀 套袋呀 采摘葡萄啊什么的都非常的方便 在这个葡萄产业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这个也深深地体会到 由于我们这个密集发展比较快 这个我们这个土浪管理里面的一个草害 这个成为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难题 因为这个草害呢 这个一个是这个管理上面 恒化人工 这个要出草 第二个方面来讲 就是说这个如果要使用出草剂 那么对我们的这个款径 对我们的品质 也会造成一点的影响 所以在这个实际创造过程当中 我们的这个果农 我们的葡萄这个圆祖 这个称风利用我们这个葡萄的这个立体阵阳 恒化的解决了这一难题 说起这袁维祥 可以算是这里的风云人物 在他身上还有着一个传奇故事 我原来我是在党政机关出公务员的 做的从事都是后勤服务吧 这一块大概是在九几年的时候吧 当时呢正常工作的期间的时候 发现身体有点不舍 不舍了这查出来之后呢 是个治肠癌 而且呢是个正晚期 后来到医院去看了之后 医生就建议开刀 当时就进行了手术 而且很快就渐渐的恢复了 老袁这一病啊 他也就想开了 应该过过清闲的日子了 在休养的三四年当中 他时常出去走走看看 认识了不少人 其中还有不少种葡萄的果农 他和这些果农熟悉之后 觉得这种葡萄挺有意思 于是啊 他也弄了一块地 种起了葡萄 根据专家和这些果农传授的经验 老袁白亩左右的葡萄园也建成了 当葡萄正常结果的时候 老袁每年每亩地的毛收入都有三万元左右 可是种葡萄就种葡萄 怎么还想起来在葡萄架下养动物了呢 原来呀 老袁发现 葡萄园里的草慢慢地长出来了 抢了葡萄生长的营养 那就得想办法把这些草都除掉呀 喷药吧 不行 会给葡萄带来污染 降低葡萄的品质 吃起来也不健康 这葡萄园里的草太多了 用人工来除草吧 费时费力 成本也增加了 每天每亩地都需要三四个人 而雇佣一个人 一天需要几十块钱 这就不划算了 那怎么样才能把这草除掉呢 而且又得是绿色和健康的 偶然间 他养了几只羊 这羊也是为了过年的时候自己吃的 往园子里这么一放 就不管了 过了几天 他到园子里一看 可高兴坏了 嘿 园里的草 被这几只羊吃了不少 那就用养羊的方法 把整片园里的草 都吃掉 不就好了吗 当时呢 买了这么两三头羊 结果自己过年呢 就是送送人啊 杀杀自己品尝品尝 结果这么一养了之后呢 他烦着了呀 哎 羊生多了嘛 反正是好事吧 结果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之后 由于这个田小 羊多 咱们要操心了呀 怎么操心呢 他开始啃什么树析呀 啃我的葡萄啊 这下可坏了 本来是把羊放进园子里 帮忙除草的 可是没有想到 草没了 葡萄树也毁了 为这事 老圆没少费脑子 想办法 不过话说回来 咱们既然是选择生态养殖方式 那就得想一种 两全其美的办法才行啊 老圆他们发展了两种模式 一种是把羊拴起来 在园子里轮流放木 一种是给他们建个羊舍 关起来 每天投放足够的食物 让他们自由采食 这样就破坏不到葡萄了 到这里呀 才算是把这些淘气的家伙制服了 可是说起来 养羊是为了吃掉园里的草 但是 现在还得花费人工来喂羊 那人工劳动力 不但没有减少 还增加了呀 老圆可不这么认为 他说 现在每亩地里养上五六只羊 这草也就作为他们的口粮 利用起来了 如果营养跟不上时 进行适当的补寺就可以了 而且 养羊的收入 要比雇佣人工 除草的支出费用 多得多 老圆舍不得卖掉羊 还有个重要的理由呢 自从他养上羊之后啊 发现这个葡萄的品质啊 口感和味道啊都比原来好了 人们都说甜 好吃 原来他还搞不懂 后来明白了 这也就是所谓的农家肥带来的好处 羊的粪便成了葡萄的天然肥料 从此老圆每年都能节省20%买肥料的钱 而且养羊每年也会增加一部分的收入 他越发觉得在葡萄架下养羊 是个不错的增收方向 除了葡萄园里的草 葡萄多余的枝条也是羊的口粮 为了不让多余的枝条 抢葡萄结果时的营养 每年都要给葡萄藤 做修剪枝条的工作 这项工作一般每年做两次 四五月份一次 七月份一次 这些葡萄枝条 可是小羊们最中意的美食呢 有了这羊产出的有机肥 葡萄的产量和质量都有所增加 而且羊还给老圆带来了额外收入 可以说是两全其美 可清闲了没几天老圆又忙活起来了 这回他又要往园子里送什么小动物呀 当时不是说养一个鸡 当时我们搞农业嘛 一提到农业 好多城市里面的人可能就说 哎 能养鸡 能养鸭 但是不是这么回事 我当时也是抱着这种心态 看见小鸡好玩嘛 啪 一下子逮了几千个 培养出来了 把田里面一放 放了之后 好嘞 到处去收 听听听听 这麻烦又来了 老圆啊 又够你头疼的了 咱们养过鸡的人都知道 这个鸡它会飞 飞到栅栏上够葡萄 它可不会管你种的葡萄 有没有用 是赚钱的还是干嘛的 他们想吃就吃了 刚开始 老圆还觉得 这么大地方 把鸡往里面一放羊 里面有草 有虫子 晚上再给他们放上饮用水 加一餐就够他们吃的了 压根没考虑过 鸡会吃葡萄这一处 没过几天 老圆去园里一转哟 糟了 园里被他们弄得不像样了 而且鸡飞到栅栏上 把整串的葡萄 吃得只剩了一半 这可了不得 别折腾半天 在这节骨眼上输了 真是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啊 本来养这个鸡 羊 都是为了增加点收入 能让园里的葡萄 长得更好 没想到 反而被他们折腾得够呛 这一而再再而三的麻烦事 让老圆的家人不愿意了 就别养了 当时说了 养这个东西 你吃不了多少肉 你还不如买一点吃吃 你看他们几万块钱 就打水漂了 当时呢 我们心里自己呢 心里呢 为什么呢 原来是想要赚两个钱 结果赔了两个钱 是有点对不起他们一样的 这样就妥协了 老圆是个不会轻易服输的人 开工没有回头见 他决定 一定要做出个样子来 自己不懂 那就请教专家 专家告诉老圆 是你养的密度太大了 食物不够吃 他们当然要造反了 要活命就得吃你的葡萄 老圆一听 恍然大悟 确实是这样 有的吃 他也会懒得动 干嘛非要废个事 爬高吃你的葡萄呢 明白了鸡吃葡萄的原因之后 老圆就开始疏散鸡的密度 着手解决他们 吃饭难的问题 既不能让鸡没神吃 也不能让食物过剩 他结合专家的建议 摸索出了一个 葡萄园和鸡的格式比例 那就是一亩田里养十到十五只鸡 而且结合葡萄园内长草长葡萄的规律 一年养上两批 第一批在早春 也就是四月份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天气一天比一天热 这鸡也就一天比一天的好养 园里的嫩草也在慢慢生长 鸡也有了食物 而且在春季的五月份左右 还要给葡萄疏检枝条和裹碎 葡萄藤上还会生虫子 正好满足了鸡的营养需求 这么养上三个月左右 鸡长得体格健壮 就可以出源上市了 第二批呢 就在七月初 这个时候的葡萄面临着大量的蔬果 这些自然掉下的葡萄粒 和被人工疏检下的葡萄粒 就变成了它们的美味佳肴 火食这么好的鸡 就像老袁说的那样 口感好 味道鲜 人们都抢着买 市场上还有点供不应求呢 而且鸡还喜欢挖地刨坑 从里面找食物吃 这样一来 葡萄园里的土壤 也得到了相应的疏松 说到这儿啊 我得给您多说两句 葡萄园里养的鸡不能是厨鸡 起码要达到三十日零以上 有了自身的抵抗力 才可以散养 可就算是这样 散到园子里的鸡 还是越来越少 这又是为什么呢 老袁的这条葡萄粒体重养路 也真是不太平 一天 他发现他养的鸡 越来越少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 在晚上的时候 黄鼠狼啊 猫啊 狗啊什么的 总是来偷袭鸡 鸡在晚上 什么都看不到 只能任其宰割 老袁又开始给鸡找活路了 他先给他们建个窝 让他们有个弃身之所 然后又想 再给他们安排几个警卫 他过来的工人说 鹅很机灵 一有个风吹草动的 他们就会打起精神 拉响警报 他们可以胜任这个警卫的职务 为了能够让鸡安全的成长 又考虑到养鹅的成本不高 而且他们也可以吃园里的草 管理还方便 老袁又弄来了一批鹅和鸭 到现在 真是鸡鸭鹅全有了 混养就不能像单养鸡时 每亩田放上十几只了 鸡鸭鹅羊的混养 也应该有相应的比例 老袁根据一亩田里的长草量 和葡萄碱汁蔬果的量 再计算一下这些混养畜秦的产分量 老袁得出一亩田里可以放一只羊 一只鹅 两只鸭 五只鸡 这样下来 比例合适就不会让葡萄原理变成草害 也不会变成荒土地 而葡萄也得到了适量的肥料 鸡鸭鹅羊有饭吃 葡萄有肥料 渐渐的 它们之间达到了一个很好的平衡 老袁刚把鸡的问题解决了 新的问题又来了 他发现 园里的葡萄 还是有被啄过的痕迹 葡萄架高度在1.8米左右 鸡不凭借栅栏 是够不到葡萄的 那啄葡萄的罪魁祸首 是谁呢 原来啊 葡萄园所处的位置 地广人稀 生态好 鸟也多 每到葡萄生长的季节 它们都会从葡萄棚的空隙 钻进来享用美食 为了解决 鸟酌葡萄的这个问题 大家集思广益 考虑到葡萄园的面积太大 人为看也看不过来 赶也赶不过来 老袁想 人为赶鸟 也是通过声音来吓唬它们 那干脆弄个喇叭来 就是这个 您还别说 这喇叭里的叫声是听惨烈 我都被吓了一跳 鸟也会害怕的 可过了一段时间 老袁发现 这喇叭又不管用了 鸟已经适应了这声音 葡萄照样遭殃 这可如何是好 还得请教专家 专家告诉老袁 给葡萄套袋 也可以防鸟 套袋以后的葡萄 鸟就无从下口了 而且 给葡萄套袋 还有其他的好处 它可以防虫 更重要的是 对葡萄品质品项的提高 有很大的作用 在套袋前 还要给葡萄输一下果 把小的品质不好的剪掉 葡萄套袋这项技术 已经在生产上广泛的应用 它除了防虫防鸟 让葡萄看起来更加美观以外 还可以减轻葡萄的裂果程度 增加经济效益 经过几年的摸爬滚打 袁维祥的葡萄立体重养路 也步入了正轨 可他是个闲不下来的人 一天他就想 除了养这些鸡呀鸭呀鹅呀 是不是还可以做些别的呢 在老袁的葡萄园里 我们发现了一台离地的机器 葡萄园里还用得到离地吗 老袁给我们做起了示范 他转了两圈后告诉我们 这个是用来在葡萄架下种蔬菜等植物的时候用的 老袁带我们来到一片刚刚一年的葡萄园里 我们才领悟了其中的奥秘 现在他的葡萄园里的葡萄树刚刚才一年 没有茂密的枝条 不会遮住阳光 而且刚刚才一年的葡萄不会结果 在第二年里也只结少量的果 在这两年里几乎是没有收入的 考虑到每列葡萄架之间都有五六米的空隙 空着也是空着 种点蔬菜什么的把它利用起来 还能增加一些收入 老袁决定种一批黑豆 黑豆除了经济价值高 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 它可以雇蛋 供给植物所需的蛋肥营养 因为在葡萄生长前两年的时候 需要淡肥 这又省了为葡萄适用肥料时的人工劳动力 那么两年以上的葡萄树下也可以种菜吗 是可以的 两年以上的葡萄树 它的芝麻和叶子会将大部分的阳光挡住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选择种植不喜光的蔬菜和植物 再结合土地的营养情况适时耕种 而且还要考虑葡萄架的高度 不能种植太高的作物 这个落水的地方 就是盆子跟盆子之间落水的地方 我们种了当地的芋头 因为芋头它比较喜欢水 正好我大棚里面的水 每次下雨的时候它就得到灌溉 就省了人工了 葡萄架下因地质疑 套种芋头 种蔬菜 除了节约土地外 还增加了收入 老元 不得不说 你的脑子很好使啊 这个赚钱的门道 你是摸的一清二楚呀 除了这个黑豆和芋头 在老元的田里 我们还看到了套种的葡萄苗 而且在老元的带动下 这里的人们也学着套种了其他的植物 在其他葡萄园里 我们也看到了套种的葡萄苗 除了这个葡萄苗 还有桃树 甜瓜 当然 套种的桃树和甜瓜不是很多 算是探索立体套种 其他植物品种吧 长饰好的话 才会大面积的发展 太兴是银杏之乡 城市氯化 对银杏树苗的需求非常大 有的葡萄园主 就将市场锁定在了城市氯化用的树苗上 在葡萄架下套种银杏树苗和氯化用的黄羊 因为栽种银杏苗 投入少 产出多 也是葡萄立体种养中的一条 致富路 以老元为榜样 这里的人们都在积极的响应 这种农业上的好模式 葡萄架下可以养鸡鸭 还可以种菜种树 他们在大自然赋予的智慧下 创造了新的财富 他们取之自然 用之自然 享用着每份耕耘和收获 老元说 因为葡萄的价值很高 可以生产出许多增加附加值的产品 比如说 葡萄酒 他已经学习了自酿葡萄酒的技术 目前 酿制好的葡萄酒 作为自己的日常饮用酒 绿色健康 还放心 老元现在不只是用葡萄这一条腿走路 而是结合养殖 种植 等多条腿走路 老元还说啊 他们还要在种植和养殖方面 发展合作组织 便与大家相互沟通 一起创市场 让他们种的葡萄 蔬菜 养的鸡 鸭 鹅 羊藤 走出家门 把这些美味送到大城市 让大城市里的人们尝到他们原汁原味的农产品 结合一年四季的特点 这葡萄园真是被充分的利用起来 空中长葡萄 地上有鸡 鸭 鹅 羊 还有蔬菜 树苗等等 实现了一地多用 一地多收 这么一来呢 不论是畜秦还是作物的品质都有了大大提高 让原本只是种葡萄的种植户 增加了不少收入 看到这儿 不知道您是不是也对这种种养模式动心了呢 那还等什么 赶紧试一试吧 也许下一个登上我们节目的主人公就会是您呢 好了 本期能往天地到这儿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想了解栏目的更多内容或信息 可以登陆中国网络电视台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